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普通投资者大部分应该没有见过数据中心 因为数据中心防卫森严 大公司的员工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数据中心也是太正常不过了的 为什么数据中心这么神秘 因为数据中心太重要了 未来数据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等同于现在的石油和黄金 数据中心就是存储这些数据的地方 很多公司都有一个机房 机房里有各种服务器 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等等 这些设备安装在一个个的机架上 机房里噪音很大 同时往往需要很低的温度 这个机房由公司IT部门维护 数据中心其实和机房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大家完全可以把数据中心想象成一个大号的机房 数据中心就是加工 转移和存放数据的地方 这些数据可能是自己的数据 也可能是其他公司的数据 刚才提到了 早期企业的数据是放置到企业自己的机房的 数据中心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网络基础设施到位的时候 企业的IT设备便可以放置到企业之外的地方了 企业通过远程进行维护和管理 数据中心的位置往往处于网络的节点上 当企业把WWW服务器放置到机房的时候 外部网络访问时就需要租赁很高的贷宽 电信公司需要把专线拉到企业的机房 还需要优化网络结构满足企业的贷宽和延迟需要 所以网络成本往往很高 如果企业把WWW服务器直接放置到电信的数据中心 电信公司数据中心本来就已经铺设好网络基础设施了 那么从外部访问来看 更加便宜、方便和快捷 主机托管在2000年时就出现了 那时的数据中心很多是运营商维护的 他们在贷宽出口方面有着其他公司不可比拟的优势 随着企业把WWW服务器放置到数据中心 慢慢的其他数据也就干脆放置到数据中心了 这就是刺激数据中心发展的早期的原因 后来云计算大发展 亚马逊、微软、谷歌、Oracle、IBM等等 往往也是租用数据中心的空间来放置自己的设备 数据中心行业一下子爆发式大发展了起来 所以数据中心是云计算的基础设施 同时需要强调 数据中心、大数据和云计算 这三者并不是同一样东西 但却被很多人混淆了 其实三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再讲讲数据中心的关键技术 数据中心你可以完全把它想象成一个专门的商业建筑和地产 这个建筑是为放置IT设备而专门设计的 首先 数据中心必须和很多网络运营商合作 把网络运营商的光纤接入到数据中心 这样数据中心的客户才能够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网络 比如Netflix是做流媒体的 需要大量的出口带宽 对于网络速率的要求会很高 数据中心里放置的就是各种IT设备 第一种设备是服务器 服务器和我们平时用的电脑很像 但是功能要强大得多 主要是用于计算的 当Netflix根据网络和终端需要把视频压缩成4K HD或者SD传送给客户时 就需要服务器做压缩 这个过程占用大量的CPU资源 第二种设备是存储设备 这和我们平时的硬盘很像 但是企业级的存储对于数据的安全 备份 读取速度 查询速度等等要求很高 比如Netflix需要把大量的影片放置到存储器里 对于存储要求很高 第三种设备是网络设备 企业需要企业网连接各种设备 并连接到互联网 在数据中心 服务器 存储设备也需要网络互联 同时连接到互联网上 并有防火墙等配置 数据中心的这些设备安装到机架上 机架之间往往是密密麻麻的网线 如果数据中心这些IT设备是企业自己的 往往企业在座属于自己的私有云 如银行可能会在数据中心租用空间 但是处于安全需要 往往需要自己拥有自己的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设备并自己管理 私有云的解决方案 大部分还集中在传统的IT厂商那里 主要公司包括 惠普 IBM Dell 思科等等 他们硬件实力雄厚 而私有云的软件供应商则是 VMware IBM和开源的OpenStack等等 如果数据中心这些IT设备是亚马逊 微软 谷歌 阿里云的 那么他们往往是向外出租的 这就是公有云的基础设施作为服务 即IAS 公有云扩展很快 对于数据中心的需求非常大 公有云提供商实力雄厚 出手大方 是每个数据中心都招私募响棒的大款 但是 由于规模效应 公有云运营商溢价能力也非常强 数据中心对于电力和制冷有非常高的要求 大家知道 高性能计算 网络和存储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 如何制冷就成了数据中心的关键 目前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和碳排放量 已经占据全球总量的1%以上 由于数据中心产业的高速发展 这一比重还在迅速提高 在2017年 中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 已经超过了三峡大坝和葛州坝电厂 2017年全年发电量之和 数据中心是彻头彻尾的耗能大户 数据中心制冷不是简单的空调 往往需要在机架 甚至每块板子就设计如何制冷 所以如何减少能耗 提高数据中心的制冷效率 使用再生能源 一直是数据中心的关键技术 这块技术实力比较强的公司 是总部位于法国的施耐德公司 英文为Shider Electric 这个公司股价这些年涨得非常好 在美国股市有ADR上市 值得数据中心投资者关注 另外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 瑞典的ABB公司 数据中心的另外关键技术 就是智能化 数据中心需要安装大量的摄像头 安装大量的传感器 需要非常严格的安全过程 需要利用AI去自动化各种过程 数据中心的这个演进方向 就是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这和智慧楼宇 智慧工厂的演进方向是一致的 数据中心的一个大趋势 使规模越来越大 HyperScale数据中心 包括至少5000个服务器 和1万平方英尺 HyperScale数据中心 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规模效应 能够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 再说说数据中心的分类 数据中心很多是公司自己持有的 很多大的科技公司 都有自己的数据中心 如Facebook自己拥有大量数据 同时拥有大量的自己管理的数据中心 我们这里比较关心的是 把数据中心出租的公司 英文把这类数据中心叫做 Collocation数据中心 传统的电信运营商 很多都有数据中心服务 他们的优势是拥有光纤网络 如Verizon 中国电信 NTT都有数据中心业务 但是传统电信公司 往往效率低下 创新性不足 传统运营商往往将数据中心 和自己的光纤网络绑定 使其客户选择不够灵活 所以很多电信以外的数据中心运营商 往往更加有活力 Equenix是世界上最大的 除电信运营商以外的数据中心公司 过去20年股价飞涨 Equenix在世界很大地方都拥有数据中心 不光租给普通大大小小的企业 也租给像微软和亚马逊这类云计算厂商 和传统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中心比起来 Equenix的数据中心更加中性 客户对于网络接入有更多选择 在美国光纤业务比较开放 Equenix也做数据中心到数据中心的互联 包括带宽的批发和零售 投资者请注意 Equenix从2015年开始变成了一个REIT 即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的好处是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Equenix目前市值大约620亿美元 Equenix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 行业排名第二名的投资数据中心的REIT 是Digital Realty Trust代码DLR 目前市值大约250亿美元 过去五年也有不错的回报和分红 也值得关注 在疫情期间 坐写字楼 学生宿舍 酒店 商业地产 工业地产的REIT表现都不好 而做数据中心的REIT业务需求 却意外旺盛 所以 你如果是比较相当保守的REIT投资者 拥有部分比例的数据中心REIT 会是很好的对冲 而且数据中心REIT 很好的把增长和分红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市场 数据中心市场依旧以运营商为主导 三大运营商合计占比超过50% 但运营商整体占比呈下降趋势 剩余市场较为分散 2018年第三方网络中立的数据中心服务商中 占比最高的万国数据占4.1% 其他包括世纪互联 保系软件 彭博士等等 中国的数据中心业务有一定管制 拿到牌照不容易 外资更加不容易进入 所以 外国的云计算巨头 往往和中国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合作布局 在中国的云计算业务 所以 那些拥有数据中心牌照的运营商 可以独享很多年数据中心大发展的红利 万国数据在纳斯达克上市 代码为GDS 过去5年涨了10倍左右 目前市值大约150亿美元 另外一个是世纪互联 也在纳斯达克上市 代码VNET 微软Azure和Office 365 Services 用的就是它的数据中心 世纪互联的市值大约是36亿美元 过去5年也涨了不少 数据中心行业的中资股 在美国市场被关注的极少 容易被错杀或者低估 如果你喜欢投资中国的数据中心行业 万国数据和世纪互联绝对值得关注 未来数据中心的增长潜力很大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未来是大数据的时代 这些数据需要处理和存储 所以数据中心的需求仍会大幅度增长 二 未来公有云会继续高速发展 这些公有云的运营商 如亚马逊 微软 谷歌等等 会对数据中心有巨大的需求 三在5G时代 各种新应用层出不穷 有些对于速率和延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种新的方向便是边缘计算 即把数据中心建设在距离客户越来越近的地方 从而减少延迟 这就是边缘数据中心 如果边缘数据中心需求在未来爆发 目前的数据中心就远远不够了 数据中心这么有前途 究竟有什么风险呢 我认为数据中心业务最大的风险 使公有云运营商可能会自建数据中心 很多数据中心高度依赖像谷歌 Oracle IBM 微软等这些大客户 当他们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拿地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 就像他们抛弃服务器厂商自研服务器 抛弃Intel自研CPU一样 他们也会抛弃数据中心运营商 而自建数据中心 很多城市为了吸引这些大公司 会在数据中心用地上给予很大力度的优惠 同时 云巨头也甚至正在成为数据中心的运营商 数据中心作为服务 完全可以看成是IAS的一种 但是 无论如何 数据中心目前看仍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它是云计算和商业地产重叠的一门生意 数据中心的股票往往收益稳定 而同时增长速度比传统地产快得多 非常值得科技股投资者的关注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密不可分 关于云计算及其市场格局 请看我的第100期 今天就到这里了 今天讲清楚了什么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关系 数据中心的关键技术 国际和中国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 数据中心的行业格局和投资机会 希望大家一边学新技术 一边物色并不多见的投资机会 多谢你们的关心交流和在投资之路上结伴前行 请务必订阅点赞并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